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一提到家庭健身 第一时间会想到 这个好像没什么用 或者只适合新手 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或者时间去健身房 就比如说我现在健身房都关门了 难道咱们就不练了吗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聊一聊 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水平 如何让家庭健身变得有效 以推荐一些我认为比较实用的动作 不需要太复杂的道具 而且男女生通用哦 那咱们话不多说 3 2 1 在家健身到底有没有用 要弄清这个问题 咱们要先看一张图 大家都知道健身和很多事情一样 随着时间的增加呢 咱们进步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慢 抛开饮食和恢复不说 假如你是在这条线上 刚刚开始健身的新手的话 任何形式的健身都能让你有所进步 所以对于这部分小伙伴来说 在家健身绝对是一个成本低 回报大 非常好的一个健身方式 那假如说你在健身房 已经练了有两三年 这时候进步速度明显变慢 那在家健身 还能不能让你保持身材 甚至有所进步呢 简单的答案是可以 但是它要比去健身房训练 更有难度 其实训练水平呢 大家都知道可以拆分为三个点 训练重量 训练容量 以及训练强度 因为咱们大部分人的家里 没有像健身房那么全的器械 只有桌子板凳什么的 所以负重这块肯定是下降的 家里有健身房就当我没说啊 所以为了保持身材 甚至有所进步的话 咱们只能增加训练容量 也就是动作的组数和次数 以及训练强度 因此我总结一下 大家在家健身的时候 要时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点 因为咱们没有健身房 那么大的负重 所以要尽可能保证 每次动作的质量 把每一个都当做最后一个来做 第二点 增加每个动作的次数 比如说你以前一组 可能做12个 那现在呢 可以加到20个 30个 甚至历节 三 缩短休息时间 假如说咱们以前完成一个动作 休息60秒 那现在大家可以缩短到30秒 甚至可以像HIIT那样 把所有动作都加在一起完成 再进行休息 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弥补 咱们重量上的不足 上面可能听起来比较枯燥 但是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它是决定咱们在家训练 能否有效的一个关键 那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些 各个部位比较实用的动作 咱们先从背开始 因为场地的限制 可能很多小伙伴 不知道该怎么再加刺激背部 但是其实一块毛巾 就可以模拟很多健身房的器械 大家可以通过这种俯身的毛巾下拉 来刺激到你的背阔级 这里的要点是 全程让毛巾是一个拉直收紧的状态 同时在顶点保持一秒 让背部有最大的收缩 我们也可以用毛巾来做划船 要点和上面的动作是一样的 放松的时候吸气 收缩的时候吐气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比较轻松 可以通过将背包装满水 来增加负重 做单边的俯身划船 如果想挑战更大的难度 可以在门上做引体向上 但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 一定要在底下垫个东西 把门卡住 不然很容易有危险 大家一定要把它卡住 别把门弄坏了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毛巾 来刺激上背部和中背部 如果你的灵活性比较好 可以通过做紧后下拉 来刺激到你的上背 也可以用这种躺在地上的方式 来收缩刺激到菱形肌 或者把毛巾打个结 卡在门缝上 通过这种高位划船 来收缩到中背部 当然了这些动作 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大家可以简单的 用空手的方式来做 我推荐的这个收缩肩胛骨 是我肩膀受伤后 几乎每天的必备动作 别看它没有重量 但是当你做到20个 或者30个的时候 会感觉到非常的酸爽 而且还可以一定程度上 缓解你的圆肩驼背 下面是咱们的胸部动作 其实在家练胸 最简单有效的 还是俯活撑 可能有些小伙伴 完成一个标准的俯活撑 比较困难 你可以用膝盖着地来完成 而如果你觉得 普通的俯活撑 过于简单 也可以背上背包 通过增加负重 来提高训练强度 尽管一个标准的俯活撑 会刺激到整体的胸部 但是咱们可以通过变化角度 来重点刺激一些薄弱的部分 比如大家可以通过 将腿抬高来刺激上胸 也可以扶着一个较高的平面 来刺激胸部下眼 或者你希望对单边的胸部 有更大的刺激 也可以只抬高一边 但无论是什么形式的俯活撑 大家都需要将肩胛骨 回旋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 同时头不要过度前身 颈椎时刻保持中立位 这样的话会让咱们的胸部 最大化的参与发力 接下来是肩膀 通过自重练肩膀的动作 其实没有很多 但是有两个动作 是我强烈推荐的 第一个也是一个俯活撑的辨识 这次的角度 近似于地面垂直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平时健身房里 杠铃肩推的发力感受 做动作的时候 将肘部微微内收 同时动作要做完整 这样的话可以刺激到 整个肩膀 以及肩秀肌群 另一个动作 是从我非常喜欢的YouTuber Jeff Cavalier那里学到的 通过单手转体来刺激肩膀中竖 起始位置类似于平板支撑 全程保持核心收紧 转体收缩时停留一秒 充分感受肩膀的发力 书包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好刺激咱们肩膀的工具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哑铃一样 做单手的肩膀推举 俯身做侧平举 刺激肩膀中竖 也可以用前平举 来刺激肩膀前竖 如果你觉得书包比较简单 可以用毛巾 做自重前平举 来刺激肩膀前竖 当然了 我最喜欢的动作是用两个小水瓶 做反向的俯身飞鸟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因为咱们的肩膀耐力比较好 所以做动作的时候 大家不用刻意去数个数 如果以感受为准 做到了一截 效果反而会更好 接下来臀部和腿部动作 因为腿部可以承受很大的重量 而在家咱们又没有这种条件 所以一定要保持动作的质量 比如在深蹲的时候 可以故意放慢节奏 三秒上三秒下 全程感受腿部的收缩 同样的节奏做单腿弓箭步 缓慢地下到最低点 全程主动发力 刺激臀部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脚垫高 做高位臀桥 也可以把背包放在身上 增加负重 提高难度 很多男生觉得臀桥这个动作 是女生专属 其实它对于我们所有人 无论男女生 提升力量 改善体态 都是一个很好的动作 我强烈推荐大家 把它融入到你的计划里 针对大腿后侧 我们可以找一个光滑的地板 做腿弯举 这个动作的要点是 在一开始把臀部抬高收紧 保持稳定 再缓慢地进行收缩 而针对小腿呢 我们可以踩在一个高的地方 充分拉伸之后 顶峰收缩两秒 直到力竭 在腿部训练中 难度最大的应该就是 这种单腿平衡性的训练 如果大家希望提高 你身体稳定性的话 可以把单腿深蹲这个动作 加入到你的计划中 最后是咱们的手臂动作 若大家希望单独抽出一天 来刺激手臂的话 可以按超级组的形式来进行 比如先拿书包 做一个单臂坐姿二头弯举之后 紧急着做单臂三头的臂屈伸 然后再进行休息 或者做站姿书包反手弯举 然后直接用凳子 做双杠臂屈伸 这个动作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增加负重和难度 又或者用毛巾卡在门上 做自重二头弯举 接三头臂屈伸 总之以这种两两一组的形式 训练手臂是非常有效率的 以上就是我整理的一些 在家健身的动作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 融入到你自己的训练计划中 当然很多小伙伴可能也没有完整的家庭健身计划 所以根据上面的动作 针对新手和进阶 我整理了两套计划 大家可以直接截图进行使用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这个视频如果点赞破一万的话 我会马上更新一期在家健身的跟链视频 或者关注我的instagram 我会每天在上面更新一些家庭训练的动作 而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咱们家庭训练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咱们一起进行讨论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视频里的动作呢 我都是在使用一些家里随处可见的道具 但如果你希望在家健身效果更好的话 我强烈推荐大家购买一套弹力绳 因为它不仅使用起来方便 可以刺激到一些小肌群 而且我们可以把很多弹力绳加在一起 解决负重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相比于亚铃杠铃那些器械 便宜很多 我比较喜欢的是这种用于康复的弹力带 大家应该在网上很容易就能找到 牌子什么的其实都无所谓 重点是它可以帮助咱们在家保持身材 实现健身目标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